那我們來看到的就是昨天的這場線上會議 柯文哲講到到底為什麼會都是這樣的決定 在喊話的時候呢 他想起來有支持者跟他講過啊 說只要阿伯不放棄 我們就不會放棄 讓他講到一度哽咽 我看過的最讓我感動的一句話就是 只要阿伯不放棄 我們都不會放棄 不好意思 那今天我煩惱要拜託你們 只要你們不放棄 我就不會放棄 所以 不好意思 所以就拜託大家 我相信昨天很多人都沒有睡好 包括我自己 半夜起來吃安眠藥 或是當醫生的好處 安眠藥都可以自己開給自己吃 那我想很多人都在等我解釋說 昨天那個轉折 那事實上是這樣 這半年來 我們看所有的民調 希望政黨輪替的都一直超過60% 那在最近這一個月 開始下鄉 開始在返導 特別到了中南部 我就發現 那些基層的 不管是農民還是漁民 他們內心都有很深層的不安 包括對戰爭的恐懼 還有一些生活上的困難 那事實上 這個目前這種台海的緊張 影響到很多基層人民的生活 那我在 事實上很多人都一直在跟我講說 這個無論如何一定要讓 讓這個民進黨下來 我也嘗試 你知道 想辦法靠自己贏 後來我們拖了這半年下來 不管是 三卡拉圖還是四卡拉圖 其實我們算一算 都不會 不過再也沒有整合 還是很難贏 其實我看過我們最近發表的民調 你知道 其實我們還是領先 所以 也因為這樣 今天剩下今天晚上跟明天晚上 那明天晚上24小時 那個 那個民調調查就戒指了 所以 我還是要拜託大家 你知道 這個 請大家不要放棄 好 剛剛聽到呢 這個柯文哲在呼籲大家 希望大家不要放棄 他說呢 其實還有這一兩天 最後的民調時間 大家還是要來顧電話 支持柯文哲的部分 那其實藍白協商達成六點共識 明天就會來公布 到底是柯侯配還是侯科配了 不過當然引發了白銀基層炸鍋 認為柯文哲讓步太多了 而最大的柯黑 台北市議員王世堅 他就認為 柯文哲背棄了這個 對於民眾黨支持者的承諾 讓他非常的看不起 甚至直言說 無論藍白合不合 民進黨都做好了 作戰準備 我對柯文哲有很深刻的理解跟認識 可是唯一在政治上 我唯一很認同柯文哲的一點 就是說貫徹白色力量走出第三條路 那從而也有那麼多的年輕朋友們來支持他 那至少這一點他讓我看得起 那這才是男子和大丈夫該做的 那如果他現在就這樣子放棄 而且用的一些道理都不明不白的 那當他知道社會上的反彈這麼大的時候 尤其過去支持他的年輕朋友們 將會離他而去的時候 我相信這是柯文哲所承受不起的 我們民進黨 我們賴清德總統候選人 是不管他們如何去合 如何去配我們民進黨賴清德 那我們早就做好所有的準備了 所以只是我們不希望看到說 這個出爾反爾的 還有背後有紅色在指點 那這樣子的政黨合作 我們認為是非常不可取的 而賴清德出席海外後援會成立大會 主動提到了不管選舉呢 最後是四組或者是撒卡都 甚至是一對一他都要贏 除了展現他個人信心之外 也代表說賴清德 他其實早有準備藍白河做喉科互搭 那麼市議員侯漢廷就分析啊 說民進黨除了猛攻藍白河去政治分贓 下一步會來挖走民眾黨的支持者 我們來聽他怎麼說 民進黨的一些策略跟方向 還是非常明顯的 不外乎是繼續的分化挑撥 並且阻止藍白河 那他目前怎麼阻止呢 因為已成定局很簡單 就是盡量的讓已經藍白河定局當中 大家要去挽回的支持者數量減少 總而言之民進黨如果我們看 目前綠色媒體的一些標題 在說什麼在說民眾黨要泡沫化了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這是友台 不能叫友台啦 有一些電視台的相關標題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清楚知道 怎麼樣在所謂藍白河的當中 民進黨還有辦法獲勝 那就是極力的讓柯文哲的支持者 回去投賴 就像有人講 如果沒有誰為政 我寧願投賴 所以民進黨當前的做法 就是要把這些人極大化 至少是在現在這個階段 所以他們所採取的策略 不外乎說都從民眾黨下手 對吧 你有沒有看到這些民進黨 然後他們的側翼也好 或者是媒體 或者這些所謂的意見領袖 幹嘛呢 然後再去講說 你看國民黨上當 國民黨受騙 國民黨以後不要投 沒有 基本上他們這個話都是對民眾黨喊 為什麼 因為民進黨清楚的知道 就是國民黨的支持者 最後如果苛政的話 投的人比較多的 但是知道民眾黨的支持者 如果是侯為政的話 不投的人比較多 所以民進黨現在當然是想方設法 要把民眾黨的這一塊全力給挖過來 中選會從20號開始受理總統 副總統參選人登記 那麼有媒體報導指出了 這個賴清德呢 將在11月20號來宣布 副首呢由駐美代表蕭美琴出任 外界就質疑說蕭美琴是否能夠代職參選 或者必須要來辭去他駐美代表的這個職務呢 好對此外交部表示 依法沒有限制公務人員代職參選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把他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請留給著老師 請留給你 請留給我很快 把你走進去 交給我